北台北家福中心的三支据点 三支好潮鼓励孩子勇于圆梦 特别在暑假让孩子筹划专属的圆梦计划 三支好潮希望借此培养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 也建立自信心勇于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三支区的家福中心三支好潮 为了要鼓励孩子勇于造梦并圆梦 特别在暑假期间让孩子自己筹划 专属于自己的圆梦计划 从活动规划开始到圆梦筹备旅费等等 全都必须要自己来 甚至是将平常在三支好潮中 所学到的烘焙手艺都要用上 做出披萨饼干要来意卖筹备旅费 圆梦计划就是要筹经费 然后再去完成这个计划 然后要去墾丁去扶钱 还好看珊瑚 孩子们慢慢有突破 因为我们就沿途叫卖 我们有去淡水 淡水的菜市场 淡水捡云站 靠近老街 然后很好的是就是 原本是一个小小的计划 然后它有点变成是说 慢慢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行动 因为这件事情没有邻里啊 没有在地三支的居民其实没有办法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慢慢的就是说三支的在地人很有人情味 他们其实也透过他们的行动 然后我们讯息一发出来 他们就会过来说 哎呀我要来买啊 我要预定啊 所以那个计划已经不是我们的计划 也不是我们的圆梦计划 而是说 感觉起来是 跟三支居民一起的圆梦计划 圆梦计划分为国小组以及国高中组 小学生计划要去打保龄球 而国高中生要去墾丁三天两夜浮浅砍珊瑚 为了这项圆梦计划 孩子们一早就起床揉面团 还要赶紧到市场里摆起汤味意卖 要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来圆梦 社工表示孩子有了梦想之后 从计划到执行 碰到任何的困难 都必须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还有汤味意卖要开口招揽生意 对于孩子也是相当困难的第一步 借此要培养孩子与人相处 应对进退的能力 以及建立自信心 三支好潮要站在孩子身后 作为辅助的角色与后盾 陪伴孩子一步一脚印 实践梦想 记者大品汉三支采访报道